圆满完成撤离中国在苏丹人员任务的中国海军导弹驱逐舰南宁舰 综合补给舰微商湖舰今天已经驶离红海 将与留守亚丁湾的导弹护卫舰三亚舰会合继续执行护航任务 六天时间里南宁舰微商湖舰航程超过了1140海里 共完成两批次1171人紧急撤离苏丹任务 累计转运中国公民940人 外籍人员231人 根据统一部署 当地时间4月26号 正在亚丁湾索马里海域执行护航任务的 中国海军南宁舰微山湖舰紧急赴苏丹 执行撤离我在苏丹人员任务 两艘军舰24小时高速机动630余海里 从亚丁湾赶到了苏丹港附近海域 比上级要求的时间提前了7小时 受领任务后任务舰艇蒙令而动 立即向苏丹港高速航渡 并进一步细化和完善撤销工作流程 确保撤离人员能够快速高效登舰和离舰 当地时间27号10时许 首批撤离的678人随舰安全抵达沙特吉达港后 南宁舰威山湖舰迅急再次奔赴苏丹港 于当地时间29号90许靠泊沙特吉达港 完成第二批493名中外公民转接任务 为了让脱离险境的撤离人员在舰上能睡上一个安稳觉 海军官兵腾出了大部分的筑舱 吹石斑几乎全天不休 保障撤离人员能吃上热菜热饭 国家的政策那就是很好的了 关心人民的成为财产安全的期限 对中国人民很爱护的 我们也感到很光源也很感动 我们踏上军舰的第一塔台阶 我心里觉得它像回了家一样 我们看到这些官兵们对我们真是像亲人 我觉得这个军舰对我来说太温暖了 非常感谢中国海军和中国政府 给我们提供这样的条件 能够从战乱国家先回到吉达 再回到我们自己的祖国 我们非常感谢 巴基斯坦和中国是非常友好的关系 心理上感觉非常亲近 目前从战火纷飞中撤出的同胞 以陆续乘坐中国政府安排的包机返回祖国 此次苏丹紧急撤离任务 是中国海军继2011年利比亚行动 和2015年野门撤离行动后 第三次派军舰执行海外撤离任务 撤离行动检验了中国海军舰艇的机动性能 和海军官兵的专业素养 也体现出中国政府和中国军队良好的国际形象 是一次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 和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的红海行动 这说明中国海军已经具备了 与中国国际地位相称 与国家安全和发展力 相适应的远海行动能力